在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这个 Proton 终于公布了 X50 的售价 由 79,200 令吉 至 10,03,000 令吉 当然这个售价是今年这个豁免 SST 以后的一个价格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 无论如何 这样的一个定价也就意味着这个 X50 其实是和它的大哥 X70 有一点 cross 到了 像是这个顶级的 X50 Flagship 的价格 它就和这个 X70 Executive 相差了两千块而已 而且重点是这个 X70 Executive 比较便宜哦 所以今天这支的影片呢我就和大家讲的是 究竟 100,000 也就是10万令吉的这个 Budget 啦 你应该选择 X50 Flagship 还是 X70 Executive 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下这个 X50 好了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了它采用的是一个最新的设计语言 整体看起来是比较锐利 比较流线型 加上这个 Flagship 版本呢它还有这个双色车顶的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是更加的死亡 更加年轻化的感觉啦 这一方面呢相比之下啦这个 X70 就比较 稳重了一点啦 Anyway 现在我们就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啦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X50 Flagship 它有什么优势 103,000 的这个 X50 Flagship 啊相比 X70 Executive 首先它就多了这个 全景天窗可以看星星 不过在我国这个炎热的天气下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是不是 Advantage 来的啦 其实我觉得如果 Proton 啊可以取消掉这个 Flagship 的天窗但是换上 Powerboot 给消费者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会更多人喜欢啦 目前这个 X50 Flagship 它是没有 Powerboot 但是 Proton 有提供选配就是讲你要另外加些安装 就不知道天窗和这个 Powerboot 你会喜欢哪一个呢 再来就是它拥有这个全套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的像是这个前方碰撞一景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维持辅助车道偏移警示以及带有低速跟随系统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而这也让它拥有这个号称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再来就是它拥有这个一键式的自动驾车辅助功能 只需要按下一个 Button 它就能自动帮你 Parking 这一方面如果是个 Side Parking 不太好的朋友们可能就会很喜欢这个功能了 再来就是这个 X50 Flagship 它拥有这个漂亮的双色内装啦 加上它整体设计也是比较新潮了一点 不过这方面其实这个 X70 它是有一点是有比得过的 这一点待会我再跟大家说一说 讲到内装这个 X50 使用的是最新的 GKUI 19 多媒体资讯 ELEC 系统 这一方面它的这个界面除了比较漂亮以外啦 在使用性上我在大概玩了一下过后 我也是觉得它是比较好用比较顺畅的 那接下来有一点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X50 比较贴心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尾向设计 虽然说容量方面它是比 X70 还要小 可是以一辆 B-Segment 的 SUV 来讲 这个 X50 的尾向容量还算是及格的 而且我在看了实车以后 我觉得它的尾向空间的门栏是比较低的 所以当你搬东西上车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啦 相比起来我会觉得 X50 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整体的实际性 会更加的好 嗯 还有什么咧 啊 Performance 方面 虽然这个 X50 Flex 它搭载了这一具 1.5L 三缸缸内支喷涡轮支援引擎 在输出方面是比 X70 还要低的 但是因为配重比的关系 这一台车 它的这个 0-100 的加速是比 X70 还要快的 7.9 秒 vs 9.5 秒 足足快的 1 秒半喔 这样子比起来这个 X70 好像没有什么优势这样喔 其实还是有的 首先就是作为 C Segment 的 X70 啊 在内部空间方面相对会比较宽敞 做起来也感觉比较舒服 而这也是这个 X70 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在价钱差不多的情况下啦 如果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内部的空间表现的话 X70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再来就是这个 X70 的内装部分啊 刚才我说到它 X50 的这个内装是比较漂亮的 但是呢在质感上啦 在我看了这个 X50 的实摄过后 真正的去摸了过后 我觉得在质感的呈现上 X70 它还是比较丰富 比较粗色的 像是这个软质塑胶比较厚啊 还有这个门把 摸起来开起来的这个质感 会比较好 还有吗 有的 在硬件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啦这个 X70 身上的这具 1.8 Turbo 呢 是一具四缸引擎 这一方面相信我不需要太多解释啦 大家都知道 在先天性上啦 四缸还是比三缸 Steady 的 无论是 NVH 表现 还是这个 Mounting 的寿命方面啊 理论上来讲 四缸它会比较占有优势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X70 Executive 呢 其实它原车就已经来这个 Powerboot 了 这个真的算是一个比较贴心的地方啦 X50 Flagship 的话 如果你要 Powerboot 的话 就像我刚才讲是要另外 价钱选配 那价格方面呢 是加了一个三千多块来买一个配套 再来就是这个 X70 呢 它在一些细叠上也处理得比较好啊 比方说这个 X70 它的这个 USB 插槽 其实是比较多的 全车有6个那么多 比 X50 还多了一倍 基本上是 你在这个 X70 里面啦 如果你是带满人的话 基本上是每一个人的手机都可以充电 而且这个 X70 Executive 它还多了 一个 X50 Flagship 没有的功能 那就是前座的这个冷气座椅 最后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会想到的 那就是在这个后悬挂的部分呢 X70 它其实使用的是一个 Multi-Link 的设计 而 X50 呢 则是 Torsion Beam 在这个行车的稳定度上来讲啦 理论上来讲 X70 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做一个 X50 Flagship 以及 X70 Executive 的一个简单对比啦 至于哪一款比较好呢 我可以说的是 各有各的好啦 在这个空间还有实际性上方面呢 其实 X70 是比较取胜的 至于 X50 呢 它则是在这个 配备的先进程度 以及还有这个 因为它身形比较小 我个人是觉得它在这个 日常驾驶方面的便利性上啦 它是比较占有优势的 所以到最后说到来啊 主要还是看你的这个需求是在哪里 那在这里 我会放出这两款车的这个价格啦 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 X50 Flagship 还是这个 便宜3000 令吉的 X70 Executive 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给我们知道你的这个选择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知道 X50 的一切的话呢 也可以点击 影片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我们之前已经是为大家呈现过了 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回再见啦 拜拜